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经过了这个天文学院School of Astrology 皇室成员都是在那里占卜星讯 还有去看这些类似八字的东西 但既然有一间这样的学校 那导游又说我们可以进去看看有没有占卜 那你会问我准不准呢 我只可以跟你说你当是美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就算了 另外我们有空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一下这个National Park 它们是好像在首都附近的一个 那你想看到真正的野生动物可以去到中部的地区 如果不是在首都附近就有这个National Park 可以看到他们的National Animal Takhin Takhin其实有个故事 就是跟一个Divine Madman有关 那他就把一个羊的头 整理了在一个牛的身上 然后就叫它Rise Up 在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历史来的 在其他外国人的眼中是一个神话故事 那你就可以自己interpret了 这里就是Buddha Point 也都是应该说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大佛 那这个就是不丹的大佛 整个建筑其实都挺新的 那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在不单所有的寺庙里面 只要是内部都不可以拍照的 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也都包括要保护他们的物物 那你一见到Buddha Point那里的雕塑 是很特别的 因为它是整个凸出来的 挺难看的 好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特色 即是Tiger Ness 你看到这里有很多女孩 这些女孩就是被你租来站上去 都说都是站一半 好 我们出发啦 Tiger Ness也是整个不丹最出名的明星 那需要自己走路上去啦 那如果你真的走到呢 都可以租这个女孩 那这个Pony呢 只会走到半路的 那女孩呢 其实一直在你前面走 是会不停在那 随便地大小耳边的 而且都会有少少臭 因为都挺大自然的 那种味道 南天白云是行山的好日子 经过这个位置呢 有些经浪和经繁之后呢 我们就去到半路了 我们用了一个小时去到半路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役地 好 看似近 但其实我们要下一个山谷 再上一个山谷才到 我们现在来到半路的这个cafeteria 你看看我看这样的 那我们就有少少茶 面包 应该这么说 饼干在这里 这些面包是我们的导游 帮我们拿上来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终点 可以坐在这里欣赏景色 为什么通常都是男士去戴呢 就是不单的服饰呢 它非常之特别 他们男人呢 穿那件衣服 是建历史世界大传里面 证据了全世界最大的包 因为呢 比如我们去行山也好 如果导游是男仔 或者司机是男人呢 它会帮我们裹回水 和午餐是全世界最大的包 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都知道我们差不多到了 你看 多帮多大 但你也要看看 其实我们要这样 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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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飙去那个位 再洗洗洗洗 但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說廁所的話 咖啡是一個非常好去洗手間的地方 否則一過了 你都要等回頭的時候 去這個咖啡才再進去 除非你在山邊去 不過其實也有很多遊客 所以也沒什麼可能的 還有還有一件要留意的 就是如果你去TigerNest的那一天 你盡量帶越少東西越好 你只需要帶你的護照 護照是一定會有 你才可以進去 接著就一定要穿襪子 所有的寺廟其實都需要穿襪子 因為都要脫鞋的 大部份都要脫鞋 我們現在去到回程那裡 原來好狗不難到 這條真是好狗 其實通山也有很多流浪狗 他就不停在路 帶人們走 那如果有分岔路 那些人不懂得走 他們就會自動站起來 然後告訴你 好像大路一樣 很神奇的 我們這次這個行程 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也經過了這個最高的景點 就是3988米高的地方 那裡當然是非常之大風 風景都OK的 但是最神奇呢 竟然有個小車在 它有咖啡和食物可以提供 當你最冷最餓的時候 竟然會有這些東西 還有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其實人真的有點缺弱 我覺得自民是一個沒有高山症的人 去到那個位其實都會有少少 很想很需要有些甜的東西 那一刻看到這個cafe 咖啡賓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輛車尾箱 但是已經覺得很感動了 今天的行程也差不多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們之後的行程 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 拜拜